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虎哥哥 这次呢 我们还是来分享虎哥哥的搜索客户自动化 OK 那我们首先Longin虎哥哥 Longin完以后 我们点击客户画像搜索 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 是这个一个做文具的客户网站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根据这个客户画像我来搜索 我们可以怎么来做 那第一步我们可以把这个客户的网站填到虎哥哥里面去 就是客户网址贴写 然后呢搜索最相关的关键词 最相关的关键词 那么在这里边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是什么 adhesive type 如果我也是做这个文具相关的 那我就可以adhesive type 等等忘了一家 那么在这里面比较重要的词是什么呢 可能跟我们是比较相关的啊 比如说我认为是 account和 revis 这个这个单词 就是account和这个我们可以放在后边两个 啊 就是你有我的 你在我的地方呢 有这个账号啊 所以呢 你上来就可以直接订购 然后呢 这里边呢 有新到的货啊 说明呢 他是有库存的啊 他是在当地呢 有销售他自己的那个东西 啊 而且呢 这个客户呢 还是比较专业的啊 就是专门是文具类的啊 比如说笔啊 这个剪刀啊 对吧 这些美工刀啊 这些 好 那么好 后边呢 我只要放上呢 就是这些产品关键词就可以了 比如说arts and crafts 然后呢 就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来调啊 比如说arts and crafts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 啊 什么blenders blenders 等等 一个个我们都往后念 blenders 啊 recentation files steaknotes 啊 就把跟我们有关的呢 这些产品呢 全部把它复制下来 啊 就是慢慢的啊 啊 啊 那么比如说这个是它的home page 啊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填完以后我们就提交了 啊 提交 一个页面呢我们就要提交一次啊 一个页面提交一次 好 那么我们也可以啊 进入比如说它的products 啊 我们再次来提交 这个 关键词 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是围绕于啊 account啊 reviews 啊 这里边如果有好的就是这个比如说A诗子啊 什么的啊 就是更小的词了 是不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啊 那我们就把这里边呢复制了去填 也可以的 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about啊 就是这一页 就是说每一个网站 市中它是有很多搜索到客户的线索的啊 啊 比如说这一页哎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啊搜索到关键 如果没有那就算了 比如说这个关键词内容不多 那我们就算了 好 那么经过这些搜索以后呢 啊 我们就可以回到呢 这个客户管理地方啊 就可以看到呢 很多啊 我们搜索进来的客户 好 那么搜索进来客户以后呢 啊我们就可以去从中呢 筛选啊 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合适的我们想联络的客人啊 我们去点这个把心 那我点完这个把心以后呢 啊这个客户呢 就会跑到我们的啊 社交客户里面 啊 比如说这就是社交客户啊 对吧 我们就可以给他进行标签 然后呢就有Facebook Twitter啊 LinkedIn啊 这些 social media 啊 在客户管理里边 我们再来看 啊 那么 大家注意啊 就是搜索完这些客户以后呢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呢 就是叫 批量处理 啊 我们要把它的重复的信息呢 我们可以把它删除掉 那么很多重复的删除掉以后呢 对我来说工作呢 就会变得轻松很多 好 谢谢大家啊 这次分享呢 觉得 对 对